不过大家千万不要将这部剧看成普通的惊悚恐怖片 实际上它更像一出破具欲言意味的荒诞喜剧 故事开始 森林里两个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信号塔 大叔安排小年轻爬上信号塔 自己则回到车里小气 可等大叔醒来 小年轻却还没下来 大叔心仪随即下车查看 只见塔下掉落着一只血肉模糊的工作靴 大叔惊恐不已 可随即一大群飞虫就朝他飞来 另一边几名年轻人也来到这座森林度假 几人本就是老友 见到眼前的森林豪宅更是兴奋不已 这边众人正在房间里铺床叠背 而兼职养风的看门人莱诺却生气不已 他养的风全被邻居用杀虫剂杀死了 他去找邻居怒斥邻居是纳粹乱杀无辜 这出戏讽刺环境污染和人类独尊理念 邻居听完后也是对莱诺一阵口吐芬芳 莱诺随后离开 而此时这群年轻人正在看电视 眼镜男吐槽着电视内容的无聊 可随后播报的变态杀人狂越狱的新闻 就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他们想着如果杀人狂来找到他们怎么办 更有甚者想要封死所有窗户 而此时杀人狂刚刚杀人夺车后 在路边搭讪美女 姑且先称呼这个女人为蛇蝎女 美女正因为车坏在路边而苦恼 想打电话求救 却发现没信号 杀人狂随后表示愿意载她去镇上 她本来不太愿意 但最后还是上车了 可随后杀人狂就开始对她喋喋不休的 讲述自己的悲惨经历 她发现杀人狂其实就是个被社会迫害的苦命鬼 便给杀人狂出主意 让她绑架她作为人质 随后二人再去绑架别人 拿到钱后她就可以去旅游 而此时在豪宅里的那年轻人们正在聚餐 忽然他们看到窗外一个人影闪过 众人遂起身查看 气氛一时间紧张起来 随后发现是看门人莱诺 大家才放松下来 莱诺进来就告诉大家 他们如果不赶紧离开 就会全部死掉 并且说到附近有杀人猛 一旦发现他们 就会把他们吃掉 他们只有躲进水中 或是燃烧大麻释放烟雾 才能驱走他们 而在座的年轻人 都是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 听着莱诺一本正经的胡扯 即使素养在身 可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莱诺说完之后就离开了 众人以此为笑了议论纷纷 晚上长发男请英首页 可他守夜为虚 撩拨兄弟媳妇是真 这边他正在撩妹 外面杀人狂却持枪来到了门口 他起身开门查看 杀人狂直接拿枪对准了他 可正当长发男吓得不行的时候 一群识人萌突然赶到 直接将杀人狂卷到空中 分时殆尽 大肠直接掉到蛇仙女面前的车窗上 众人此时已察觉到不对 连忙合力封闭窗户 并将进到屋子里的识人萌拍死 一切暂时控制住之后 一群人开始思索对策 可商量了半天 声音倒是挺大 可实际上毛也没商量出来 最后终于有人脑子快 想起打电话报警 可却发现手机没信号 此时刚好有三个背包客 抽着大麻迷迷糊糊来到了房子旁 他们迷路了 可三个人却根本不紧张 嘴里还在聊着自我 感受人类 创造力等深远的哲学问题 而屋里的一众人害怕时任萌 只能隔着窗户呼救 可这在三个背包客眼里 倒像是在打招呼 他们也挥了挥手后 直接离去 见到这一幕 这群人终于想到 像之前来报信的莱诺求救 他们将求救的信绑在剑上 由长发男射出 可大家开关窗户的速度太快 长发男射了两次 都没射到正经位置 而第三次则直接射到了队友肚子上 大家只好先开始救人 而此时三名背包客 正躺在草坪上抽着大麻 讨论着外太空与时间 与穿越星际 这三名角色 简直是编剧的神来之彼 暗示着一群 自以为是哲学家 艺术家的年轻人 只会抽着大麻 放竹荒野 言之凿凿 醉生梦子 而对现实毫无意义 另一边莱诺发现了射出的剑 抽着大麻走了进来 因为识人萌 害怕大麻的烟雾 随后一众人 都将自己的藏品拿了出来 而看起来文质彬彬 一派好学生样子的眼镜男 竟然率先拿出了一块 真是人不可貌相 随后他们终于想起 昨夜车里的蛇仙女 在莱诺的带领下 眼镜男随他一同走了出去 可能是第一次抽 这么够劲的大麻 眼镜男兴奋不已 两人来到车上 却一无所获 随后他们顺着地上的痕迹 来到小屋里 发现了被裹成蛹的蛇仙女 可令人惊奇的是 等他们将蛇仙女 带回屋子竟发现 这女的竟然还没死 也正是此时他们惊奇的发现 房子外面大群的 食人盟竟然不见了 那是因为 食人盟都去找莱诺的邻居了 里边 邻居老哥正手持双枪 身背杀虫剂 嚣张的四五十度 逼着虫群 他朝虫群喷洒杀虫剂 一时间白武迎空 可并没有什么用 这可是食人盟啊 普通的杀虫剂 根本没什么用 食人盟很快突破了毒物 扑到了这老哥身上 老哥则直接抡起 大砍刀挥舞 可也没能坚持多久 还是被吃掉了 也是天道好轮回 这老哥终日打鹰 却被鹰灼了眼 而此时 房间里重剑的小伙子 情况越发不妙了起来 众人则为了自救 直接产生了两个流派 一派是眼镜男的理论派 他们发现了个 儿童显微镜 便进行对食人盟细致观察 另一派则是 一男一女组成的实剑派 两人抽着大麻 驾车外出求救 理论派眼镜男忽然发现 所有的食人盟 都由一个母体所控制 他们之间是 同生共死的关系 而后 他们去搜查地下室 竟然在那里 发现了一只 超大号食人盟 毫无疑问 那就是母体 而另一边的 实剑派则扑了该 两个人抽大麻 抽过了头 开车直接干到了树上 随后又被警察看见 误以为是杀人狂 多亏食人盟来解围 直接干掉了警察 两个人躲到小溪里 逃过一劫 食人盟怕水 不敢去咬两个人 而两个人又怕食人盟 不敢上岸 于是两人只能僵持着 沿着溪流不断前进 可走着走着 女的不知道 是大麻上头 还是早有预谋 提出想要和男人 做一些善而不宜的事 幸亏男人是个真君子 直接说到 都啥时候了 哪有心思做那事 况且自己心里 只有自己对象 这一番操作 可让女人蒙圈了 无奈 女人只好尴尬地 与男人继续前行 另一边 房子里的众人提出 既然食人盟怕水 他们不如做一个炸弹 将热水汽里的水 炸到食人盟母体身上 来个擒贼仙擒王 而眼镜男刚好会做炸弹 他兴奋地告诉众人 自己在物理课上 有好好听讲 可问题是没材料啊 也是巧 莱诺说他邻居那里 刚好有 莱诺遂戴长发男 和另外一个男人 抽着大麻烟 出发去取材料 而地下室门口 眼镜男正在搬杂物堵门 蛇蝎女却走了过来 向他索吻 学霸哪经历过这种事 当即就把嘴凑了过去 可二人刚亲上嘴 眼镜男就呕出了 一只带血的食人盟 随后食人盟 从蛇蝎女嘴里不断爬出 幸亏一队友赶来支援 将蛇蝎女直接火化 而此时 郊外的三名背包哲学家 也终于抽完了大麻 让食人盟们爆餐了一顿 材料取回 众人做好炸弹 指导黄龙一鼓作气地 顺利干掉食人盟母体 顺便也干掉了豪宅 其他的食人盟也随之爆炸 犀牛边的二人也终于得救 众人也被冲击波震晕 当他们再次醒来时 却到了医院 出现两名黑衣人警告他们 对外只许说是他们 误食毒蘑菇产生了幻觉 若是敢提食人盟的事 就找他们麻烦 众人惊恐不已 不过倒也开始怀疑 自己究竟有没有出现幻觉 可当两个黑衣人驾车离开时 他们的车上却出现了一只食人盟 随后车在马路上左右摇摆 好像里面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感谢观看